OK,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这个Beyond Masterclass的第十一集 OK,so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的这一个就是YouTube No.1的中文个人成长频道的版主好业来到我们的线上 Hello,Hello,Hi,大家好,我是好业,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 OK,这是我的非常特别的开场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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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觉得很很神奇的是就是刚才听到你开场白因为我也是有subscribe你的这个YouTube 就是大概是一年多两年时间然后我们也是开你的这个都是animation 然后比较少看到好业的真人然后后来我就看到就是我是在写星期就来看到好业 然后之前来YouTube的最近吧是吗就是好业有开始露面了 然后我就看到哎好业的样子就是哇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突然间有一个新的幻想 对 OK 因为欧德阳之前也是就是他出那个孤单北半球他也是没有露面了然后他突然露面我觉得也是有那个感觉 所以刚才你一自我介绍的时候有一种那个一个memories突然间出来的感觉 欧德阳就出现在你的面前了 所以说好业可能你可以做一个我们等多一点人进来的时间 可能好业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等一下我会再介绍我们的这个节目这样子 啊对 OK 那我就是好业 就是Letter Live好业了就是我有一个在经营着一个YouTube的频道 然后呢这个频道呢主要是会分享有关于心理学的知识啊 然后还有个人成长方面的知识 最终还有一些说书的知识就是就是传达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 或者是知识就让人家不断的可以得到提升 无论是在工作上的提升还是人际关系上还是沟通啊 或者是在个人心灵上的提升 我也是会分享这方面的知识 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这样类型的这个内容 所以我也很喜欢看这类型的内容 所以我就自己开始来做这样这方面的知识 那因为主要是因为以前呢我是比较啊比较什么怎么说比较负面 然后比较悲观的一个人 然后就是因为有一些经过一些启发一些啊知识的启迪 就让我就是得到的改变就是从一个就是非常悲观的一个啊 这种被动者就变成一个积极主动的人 然后那因为这些知识啊这些书籍就带给我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就想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就是去启发更多的人 然后在做这个内容的同时 其实他还是可以以一种记录的方式就不断的提醒我 然后像哎我就提醒我哎我应该要怎么想 然后或者是我在这件事情的时候 应该要有什么方法是可以更加好的去做 然后呢这个做内容的同时他提醒我 然后他也可以启发更多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个好业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因此我就成立了这个好业的频道 ok ok 好 谢谢好业的介绍 那现在我看到呢就是有八个人在线 ok大家好 如果你们在线的话呢 yeah hello 帮忙就是ok 带你们的朋友进来 因为今天呢好业会share到的是关于就是我们应该就是一个人应该怎么创业 对创业 对创业之路 对 然后 基本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beyond masterclass呢 现在我们走到了第十一集 ok 如果在线的你们就是有一路以来从第一集看到第十一集的话 可以comment一个top fan ok 我们会叫那个page版一个top fan的奖项给你们 ok 对没有来开玩笑就是希望呢就是大家呢在留守我们这个beyond masterclass的时候呢可以就是从不同的master的身上呢学到不同的这个知识 那可以帮助大家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创业当中然后得到更多的知识 对所以呃基本上我先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那我是race class iqi的这一个cs team的head of team那目前呢是200个人的团队领导那就是也是在这个创业路途中呢大概在房产的有六年时间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ok邀请到我们的这一个呃youtube大马的第一个中文个人成长频道的版主好业来到我们的线上 那如果你们也是在这个mco期间呢也是想说哦因为mco期间大家其实颠覆了很多的这个大家的生活习惯跟思维也加速了很多人对于创业啦还是想要找副业的一个速度那如果线上的你们呢你们也是想要就是找这一个呃创业的一个灵感啊还是你也正在创业还是你也找着一个副业的话呢你可以在下面comment一个创业这个字创业 那就可以领取到我们好业呃就为大家精心就是准备的一个关于创业的一个手册那你就可以看着那个手册呢跟着我们今天的这个live呢就要探索跟了解我们创业的这一个道路这样子那我就先做一个刚才好也有做自我介绍如果刚刚进来朋友麻烦你们帮忙like这个影片share这一个live然后go tag多一些朋友进来以了解我们更多这个创业的这个手册那我先跟大家介绍 隆重介绍一下好业就是非常的荣幸邀请到好业来我们的这一个be your masterclassso 呃好业呢他是就是我们的youtube number one的这个中文个人成长频道的版主 如果你们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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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对对对对那呃如果你们是有听过好业的哪里一个频道他是有说书然后有一系列不同的你们可以在下面comment你们可能看过好业的哪里一个影片是有激发到你的你们可以在下面comment让好业看到说哎他这么用心的做了这么多的这个youtube的影片有什么是可以inspire到大家大家觉得喜欢的都可以在我们这个comment bar这边comment 然后过后可以去追踪我们好业的这个facebook跟youtube还有他的instagram都有在我们的这个呃subscribe这边有呃discription这边都有写上那好业呢他是一个就是透过很多这个呃前白的分析可是他就是呃呃带入很深度的这个思考 然后也有很多具体的做法怎么样step by step去完成呃呃不同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好业是一个专门提供这个动画啊书评啦用说书的方式然后实际他使用的是用冷技巧跟一个行为心理学的一个呃呃学习平台 ok so他的这一个平台上面呢有很多不同影片的教学从理财从感情从交际沟通到心理学到自我提升等等的这一些影片都非常的就是伴随着我在创业在路途中我也是很常会去搜索好业的youtube去看然后再去精进自己对所以他的作用名就是每天坚持一点点坚持为大家带来改变成长不需要等待学习不需要理由 ok所以大家记得就是如果有看到好业的ok在下面comment bar跟好业打声招呼跟race打声招呼这样子对so so far的话呃刚才好业已经是有做了一个自我介绍那现在呢我想要就是呃正式开始这一个还是好业你有什么东西要补充有吗啊没有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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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对对对我刚才忘记补充为好业的mousestone呢基本上他的平台 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开始了我们的这一个他的这一个youtubechannel好业的这个平台那他呢在2017年2月开始那3月呢就已经是突破100个subscriber然后到目前为止ok在2019截至2019已经是有500千人的subscriber那目前好业现在2020年的6月3号已经是去到多少个subscriber了啊大概你的youtubechannel 我也不知道啊应该啊ok lost time了ok好可以那现在我先呃跟大家就是开开始我们想要如果大家在下面有什么样想要呃对于创业想要问好业想要请教好业的你们可以在下面comment 那我也会就是跳选一些呃呃 Maj ederim几点王那 وأ又几确pAtt vodka 几岁开始创业 然后你认为 其实几岁适合创业呢 对 那其实如果你问我 几岁开始创业 因为你要创业的定义 就是你去做一件 就是不是帮人家打工 可是是为自己打工 那个定义叫做创业 对不对 对 我在 好像在中学的时候 我就因为我以前 家境比较贫穷嘛 可是我又想要买东西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或者是去娱乐啊 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要自己赚钱嘛 所以在 好像在中学的时候 好像中一中二的时候 我就出去自己打 去打工啊 就很像去做摩萨 或者是去做棚菜 马来西亚很多这种棚菜 就年轻的时候都会做这种棚菜啊 然后就赚外快 或者是在那个巴萨摆摊 我有做过 然后我有去过新加坡 做那个清洁工之类的 就是我经常都会去 就打这种各种各样的闪工 因为我以前是比较穷 所以我想要赚钱 一直想要赚钱 所以我都是帮人家打工啊 在这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然后就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所以也接触到 因为我大学是一个business的一个大学 所以那时候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那种business的项目啊 可是我们的这个受众 我们的这个对象 我们卖的人都是学生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 原来大学生的钱是很好赚的 OK 那时候我就开始就是有做各种各样的生意啊 有卖过冬药啊 有卖过那个卖书啊 或者是卖仙人掌 卖堂元 卖那种日常用品 就是看着什么季节 我就会卖什么东西啊 所以那时候应该是我接触做生意吧 也不算是很正式的创业 就是在大学做一些小生意啊 就累积到一些经验嘛 所以那时候 嗯 大学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然后我本来到最后的时候 我累积很多经验 然后我也累积很蛮多的一些 就是一些关系啊 像跟学校的关系也好 或者是跟我身边学长学姐 还是学弟学妹的这些关系都不错 就算啊 就是在那个宿舍里面 大家都都认识我啦 就是如果像 然后办一个活动啊 就是我只要一说说说一声 然后大家都会很愿意的 来支持做这一个活动啊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办过很各种各样的活动 然后到最后一年的时候 然后本来是想做一个大型的活动 就很像类似晚宴啊 然后就筹备各种各样的表演 然后请一些歌手进来学校 然后就大家 那学生就可以就是卖门票的入场 然后可以找一些这个sponsor嘛 就进入到我们学校 然后就可以从这个活动 这种大型活动可以赚蛮多钱啊 就那时候 我本来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了 因为我看到其他的人 其他的这一个宿舍 他们都有在办 可是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的宿舍不要办 就我们宿舍从来没有办过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可是我就发现 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好动的人 然后就有开始看到网络上赚钱 这一块我有在研究 然后就开始看到 YouTube是给赚钱啊 然后还有那些 Instagram经营这些 就网络行销这一块是可以赚钱 然后我就开始 也有在开始做这个YouTube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在 到底要做这个学校的这个活动 因为如果我专心这一个 我就不会去做另外一个事情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如果commit一个事情 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的一个人 OK 那时候我就选择了做YouTube 所以那时候几岁啊 应该是 22 22 23之类的 就几年 三年前啦 对 我现在是26 对啊 我现在26 所以那时候应该是22 23 我是94年 出生 所以那时候我就 我那时候也不觉得自己是创业还是什么 我就觉得 就做一个YouTube 然后人家看了我就很开心 然后就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知识啊 这样的东西 那 然后我就这样做着做着 哎 还有一些收入 我也觉得不错 所以我就开始 就很 OK 在做这一个事情 就算到我毕业过后 我去intern 或者是我去工作过后 我也就一边intern 我也是一边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甚至我都不会很focus 在做intern的东西 我都会在公司哦 偷偷做那一个工作上 那个YouTube的东西 写内容 那如果你问我几岁开始创业最好 我觉得就越早越好了 因为越老越怕死 对对对对 越老你就越不敢冲啊 你不敢冲你就就输了 因为你不敢冲你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越早开始越好了 因为你越早开始你越没有那个包袱嘛 你没有 你像时间的包袱啊 岁月的包袱 或者是你没有身边家人啊 或者是孩子啊 父母啊 各种各样的都是你的一个包袱啊 所以你年轻你就不用顾虑 我妈妈啊 啊 几岁啊 几岁了 我是不是要多一点时间陪伴她 还是什么 你也不用顾虑 我有孩子啊 如果失败怎么办 我的孩子不是要去啊 就是没有好的东西吃啊 等等之类的 所以越早越好了 如果年轻人要创业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因为你不尝试一下 你就没有那个机会 你尝试就算失败了 它也是一个机会 每一次尝试都是一个机会 总有一次只要方法对了 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你就会成功 可是你不尝试的话 那天时地利对了 你也没有改变 对啊 对对 那刚才郝燕有提到说 就是创业要趁早 因为我们要在就是有 没有commitment之前 我们就可以开始 那如果失败也 也没有 那thing to lose 那你会建议说 因为可能大家有一些是习惯 说打工了 或者已经是在打工了 他们想要创业 那你会建议说 就是大家如果刚刚读书 或快要毕业的人 你会先建议他先打工呢 累积一些经验 然后再开始创业 还是先创业之后再去打工 这样子 对 我是这样想啊 就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要毕业的时候 我就想 我在做这个YouTube嘛 然后我想 我这个互联网 就是网络行销这一块 我很有兴趣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说不如我进入这个行业 先学习一个两年累积经验 然后我再出来创业 然后可是我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其实我自己学习的那个速度 是比起我在那一个公司 在这个行业学习的速度还要快 因为我觉得我学习的在网络上 我就可以学到在公司都没有教的东西 所以你要define到底你自己要创业 还是你应该要先累积经验 你就看你进入了这一个公司过后 他这个公司到底有没有让你学到 你想要学习的东西 如果那个公司他已经 你觉得 那东西我都已经会了 你有那个感觉 那东西我已经会了 那个东西很像上网 我就找得到了 那为什么你自己来做 就不行了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是很多人 他们就会 有些人都会想 不懂自己 是不是创业 很多人就想 他会有一点忧郁 就有些人他们是会很安分的 所以他们就不想创业 就不想创业 他讲你打工就好 那是OK的 然后也有些人就是很勇敢 就是讲 我就是要创业 就是失败也没有关系 这种事也是很有勇气的 可是也是会有蛮多人就想 到底自己是不是适合创业的 所以在这一个方面 我就最近有研究一下 就是我听过有人说 就是说 如果你对于这个 你目前现状的那个工作 你要问自己 你是否满意自己现状的那个工作 那如果你觉得还OK 你对于现在工作 有感受到成长 有慢慢的累积 再累积经验 那你也不羡慕别人创业 你看到别人创业 你也觉得OK 他创业你就很开心 那你就是不适合 那如果你你在工作的同时 你又很羡慕别人创业 又可以做什么各种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话 那你就应该去创业 或者是你很多想法 很多主意 然后你再打着工 可是你老板 你每次跟他提出 那个主意 那些想法 你老板都不财 然后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个 这个idea如果实践了 就是一种突破的话 那你有这样的想法 就发挥不了自己的 这个才能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 就是自己去创业 或者是你不一定说这种 就要冒这样大的风险 可能你不想冒险 你也可以去找一个合伙 就是跟人家合伙 就是找那些 就是很勇敢的创业的人 你去找他合伙 你怎样来配合他 或者是你做人家的下属也好 只要那个老板是欣赏你 是觉得 是愿意采纳你的意见 是愿意让你有一个 发挥的一个地方的话 那你去帮助他 也是会成功 那如果你的每次 你发现自己每一次 实践的这些想法 这些idea提出来 都实践都非常成功的话 那你过后就可以 自己尝试去创业了 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些 这些想法 这些成功的经验 那出来创业 那个成功的几率会更加高 所以我觉得 每一个人都适合创业 就是 就很像我们人的一辈子 如果没有一次 为自己干一件事情的话 那就很像白 很无聊 这一辈子就很像很无聊 就算你没有这一个机会 没有机会创业的什么 你至少也要跟着一个英雄 去闯天下 对吧 你也是也可以感受到那种成就感 你可以感受到那个精彩的那个人生 不然的话就每天这样 就过着很平凡的生活 那不是我想要 对 好 那就是很像站在巨人的肩膀 我们有一个听到有句话 就是说你就会变得很大吗 这样好像考验 你有没有就是有一个人启发 你还是有一个人 曾经是你的一个巨人 然后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去曾经影响你 或启发你开始你的这个频道 那其实最启发我的是 因为我看过一本书叫做卡内基人性的弱点 然后他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嘛 然后我每次会 每次可怜自己很穷啊 然后每次会 会很喜欢妒忌别人 为什么呢 然后会很喜欢在心里面咒骂这些 就是人家对我不好的那种 有这种的想法啦 可是那本书它就启发到我 这种对人际关系方面的提升到很多 所以我因为那本书改变了 我很多的这个mindset啦 然后因此我就发现到 因为原来读书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所以因为这本书 我就开始这一个 很喜欢读这种个人成长的书籍 所以卡内基他算是一个 第一个启发我的人啦 那如果第二个人呢 就是 Steven Kobe啦 就是Steven柯伟嘛 那个七个高效能人是 高效能人是七个习惯的作者 因为他呢 他的那个七个习惯就是 我到现在我是觉得这是 这是对的 就不可置疑的 一个 一个principle 只要你 一个习惯 你的人生一定是成功的 就我到现在为止 我对于这个东西 我还是很believe 这个 这个他这七个习惯的概念 所以呢 因为我也把这个七个习惯就实践下来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我的一个 人生的一个导师啊 虽然他已经去世了 那如果你说 像 要一个比较活着的一个例子啊 我认识的例子的话 其实很多阶段我都有遇到 不错的一些导师啊 就很像 如果我觉得他这方面很厉害 我就会向他学习啊 就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人啊 就是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值得 我们学习的地方 就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就是 不会把自己框架 这个人就是最 最 很像 我知道 IQI里面有一个 就是 trainer是 那个 叫什么 我每次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都已经会 我已经开始 每次会听他的那个podcast BFM 他的每一集我都会听 因为我觉得他 他讲的东西就很有point 然后他每次 他讲的东西 我都会加以实践 所以也有 大部分是因为 他的那个原因 就让我学到很多 我也在这个建立频道上 有对我很大的帮助 所以 Giwen也是一个 我很 什么 很敬佩的一个 导师啊 嗯 OK 那好像 你经营了YouTube channel 大概是三年多的时间嘛 就2017开始到现在 那就 现在很多人 其实一直说 自媒体自媒体 YouTuber YouTuber 这样子 那你认为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 Facebook live嘛 那你认为说 其实YouTube 跟Facebook 最大的差别 在哪里 那YouTube 它是比较一个 看video的地方 嗯 就是你上YouTube 你是看video Facebook 它是一个比较 社交的地方 像你上Facebook 你是想要 给人家留言 或者是评论 或者是你 要想要跟 那个人做 interaction 它是一个 交友的一个地方 嗯 最大的区别 然后 它是一个 就是 我说Facebook 是因为我想要看 我朋友 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是我 关注的一些人 他最近 怎么的 就是它是一个 关注的function 可是YouTube 不一样 YouTube 它是一个比较 给你一个娱乐的地方 或者是 给你一个学习的 一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 它最大的差别 是这样 如果说 很像要 在YouTube 要怎样做 然后在Facebook 要怎样做 其实 其实都是这样 就是YouTube 你知道它是一个 社交的地方 它是一个 engagement 那个Facebook 是一个engagement 的地方 所以你就应该 做直播 就跟人家交流 或者是发帖 跟人家来做 interaction 或者活动 之类的 都是比较适合 在Facebook 这边做 当然YouTube 也可以做了 但是YouTube 是比较一个 比较正式 看video的地方 所以我做的video 都是比较会 就是已经准备好 整个做好一个成品 就剪辑好 就不会有人像这种 直播 比较长的一个形式 来呈现 OK 那好像 很多人可能会想说 好奇说 大家很多人 去做YouTube 然后YouTube 有分成很多 不同种类 可能好像 好业你是做 这个个人成长频道 比较知识性 比较motivation 这样子的 那有一些可能是 做plan 有一些是做vlog 这样子的一些东西 那好业 你可以就是 跟大家share一下 你看到 其实YouTube 的商机 或者是 如果想要创业的话 他们能够 怎么样从YouTube 里面找出 这个商业的点子吗 OK 那其实我每次会在直播会讲这个我的这个就是这个交叉 交汇点 所以也希望你可以帮我就是share上来那个视频 我很多人已经看过了这个就是我会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的这个 purpose就是 either你跟着你自己的兴趣去做或者是像一个专业就是你自己擅长的东西或者是那个市场就是到底什么市场 YouTube什么市场是最大的 到底哪里一个市场是最赚钱 所以我会建议啦 就是如果你最好就是你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 结合自己的专业 然后你又刚好符合到市场的话 那你这是一个对你来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定位 很像我的兴趣是学习这种知识啊 个人成长方面的内容 然后我的专业 我的专业就是我很擅长在网络上就是做网络上的东西 就很擅长电脑或者是做影片或者是表达方式也是我一个擅长的一个地方 那我在写内容的时候我表达人家觉得很明白很清楚 所以这是我的优势 我的talent 所以我就我会做这种视觉呈现 就是我会做动画 那我在这个design的send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结合我的兴趣跟我的专业 然后我做市场需要的东西就很像给人家提供价值 就提供好像人家觉得沟通方面有问题啊 或者是什么个人成长方面有问题 或者是一些冥想啊健康方面有问题 我都会就是表达 就是给提供 这是我的定位 我觉得目前就是蛮好咯 就是因为兴趣嘛 我自己喜欢做的 专业就是我可以做很好啊 比比average更加好啦 这样我就赢别人一点点了 那市场有市场的话 我就可以做大 就是我为什么会成长这样大 那如果那当然这是一个参考的方向啦 你不一定说要三个符合你才可以做 那我最建议的就是你从你的兴趣或者是专业做起 那如果你从专业做起 就很像你在某些方面的那个知识是很强的 像你做房地产做久 你在这方面很知识 你就来讲房地产咯 或者是你表达能力很厉害 就是可以面对镜头就是侃侃而谈 那你就直接拍video来讲 或者是你人家剪辑 你人家做effect那些 你就做动画咯 对吧 因为你擅长你就做得很好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很累 因为如果你发现自己不擅长这一个方面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心累 你就讲因为有效果就很容易就放弃了 所以你从来一个方向做起都可以 不过我发现了 像在YouTube上面啦 那个做美食或者做开箱的 是做厂商会找的啦 对 门槛比较低 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开箱 对吧 对 所以 美食也是每个人都要吃 对对对 所以好像YouTube除了就是 它有那一个某个views 它可以monetorize以外 也是会有一些业配这样子的东西 对吗 对 就是只要你在网络上不管你是做YouTube做Face都好 只要你有那个还是Instagram 只要你有那个影响力 有人关注你 关注点在哪里 多少有多少的关注点 那你就有办法 你就有那一个被关注的价值 你被关注就代表你有那个曝光的那个价值 就那个厂商会找你来曝光它的产品 是因为你有曝光率 是因为人家有关注你 或者是人家相信你也是一点 就是你是一个key opinion influencer 你讲的话 你讲的话是很有分量的 因为你是这一个方面的领域的专家 就像我如果我我卖我推输啦 就是我是很有分量 因为我每次讲的书都很道理 人家会觉得我是一个讲书的一个专家 那我讲这本书好 我的关注我的人就觉得 嗯你讲的一定是对的 因为他已经很相信我了 所以你有在被信任的那一个那一个价值在 那个厂商就会来自然就会找你 不管你是youtube啊 还是instagram啊等等之类的 ok 那那那当然做youtube不是说 很像你有兴趣随便做做就好 你要找自己的定位 因为竞争很大嘛 你做prang 全世界都做prang 然后那个竞争很大 因为很多人做youtube 那门槛很低嘛 以前你要有相机还是什么 你才可以做那个video嘛 现在你一部手机就可以做了 那个门槛变低了 那拍video的门槛变低了 然后这变低的情况就很多人就会涌进来做 因为他看到商机 对 然后呢你就要找到自己的细分市场 所以这个细分市场就是 很像如果你做娱乐了 你就要细分进去游戏 然后如果你做游戏的话 你也要更加细分 到底是玩什么样类型的那一个游戏啊 是gta啊 吃鸡还是什么 那为什么要做细分 但是因为你要在其中一个领域里面做最gang的那个 做最专业的那个 让人家才会知道你在这个方面是最gang 他如果他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的话 他只要找你就对了 为什么呢 他要自己的是不是 好像假的啦 因为IQI是房地产嘛 所以我之前有做一个房地产 当然这是参考的方向啦 如果我今天我做房地产 我要做YouTube的话 我会抓一个点 Either我会抓project来讲整个主题 就是我的定位讲project 在project里面我是专家 然后我会可能会 我其他会讲啦 可是我会focus on一个 比如说 Bungalow 我今天如果我做这个project的话 我讲Bungalow我会讲可能80% 然后其他我就讲比较少了 其他可以讲啦 但是我会focus onBungalow 这样我就塑造一个 我在Bungalow里面 我是一个转家 就没有人可以跟我打 就我这方面很准 人家看到 你这个Bungalow 这个你还讲Bungalow了 所以如果我要买Bungalow的话 我去找你就对了 嗯 那你有那个authority那边在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戏份啦 因为如果你不做戏份啦 你跟那些 你像很多房产导师啊 他们都比你好啊 他们比你出名啊 你要跟人家竞争什么是不是 你没有那个优势在 所以就是戏份可以让你凸显 你自身的那个优势 OK 所以就是为什么 我就会叫人家做戏份 因为竞争太大 对对对 就是如此 OK 就是他们可以说 就是大家要创业 就是要做YouTube之前啦 可能创业这个主题是创业嘛 那YouTube是其中一个管道 包括说YouTuber也是算是自己创业的 所以就是刚才好业呢 分享到就是如果 我们要开始创业 用YouTube创业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这几点 这样子 OK 所以刚进来的朋友 哈喽哈喽 你们可以再带多一些朋友 对 再分享这个影片去帮助更多的人 那很像想要了解一下 也就是很像你说的这个细分 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好像你自己本身 一开始你一创业的时候 你就会有这个概念吗 还是你是在慢慢探索的时候 你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蓝图出来 这样子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会选一个方向 我一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选一个方向 就是说我要分享心理学方面的知识 OK 因为心理学它其实很广 它很像是那种 就是行为的心理学 很像我买东西 我为什么会先买这个 然后不买这个 这也是一个方面 然后很像心理学 很像那种忧郁啊 或者是为什么别人不理我 这种也是一个心理学方面的知识 所以那时候我就心理学先随便都做 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 其实我讲一些比较冷技巧的 很像五个沟通的心理学技巧 然后或者是五七个什么日常的一些心理学 这种小技巧我就发现很多人看 所以我就专注在做这一个方向 然后我开始的时候就做这个心理学这方面的技巧 然后慢慢就发现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做个人成长 然后我就开始做一些个人成长方面的这个内容 然后就我觉得就大家其实还蛮 它是很同类似的一个内容 大家都可以接受 我就开始做 然后到最后我已经累积到一定的分量过后 我就开始才涉及其他的领域 像我到一百千的时候 我才会做一些讲一些理财的一些知识 所以就一开始就你先把你的这个 很像你进入大海 你的小船船很小 你去到这种跟那大船搶那个鱼 就搶不到鱼池 你要去到一个细分的 一个比较少人去的地方去钓鱼 可能那边的鱼比较少 可是它至少可以让你把你的船慢慢养大 那你那个船慢慢变大赚到钱 那个船越做越大的时候 你才来回来跟那个大 那个些大船竞争 就我的方法就是这样 就回来这种比较热门的这一个市场在竞争 对 对OK OK我看到John有些好业 我有时常看你的视频 谢谢你无时分享 OK谢谢John是好业的 OK所以想要问一下好业 刚才你有说到你是突破了100千的这个 subscriber跟viewgo你才开始 就是有touch到更多的这个领域嘛 那想要就是问一下可能在线的 他们想要开始 可是会担心说 我从0个subscriber到100会不会很难 还是100去到1000会不会很难 那好像好业你经过了这么多的门槛 你认为基本上哪里一个阶段会是最难突破 然后有怎么样的一个建议给大家 或者是哪里一个阶段会是比较顺遂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很难突破 每一个阶段面临的挑战都不一样 可以这样讲 就很像我现在60多万 我的突破就是我的成长不能带上 我每一个阶段都需要突破 是不是所以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那一个挑战 就是我觉得一开始很像从0到100 就是没有人接受 就是看到你的这个频道 这是最难突破的地方 所以我做的事情就是 就首先从你们做销售 你知道什么 warm market cold market 对对对 从warm market开始 你做YouTube 你又不是卖人家东西 你就叫人家看你的review 然后帮你subscribe 然后讲 OK啊 就是都那个抗拒性是很低的 所以你就可以从你身边的人 或者遇到的人开始了 就是你用你朋友啊 就叫他帮忙看一下 有什么可以改进啊 就建议一下 或者是叫他帮忙share 还是subscribe 这样都是可以的嘛 就你身边的人先跟他们讲一番 我那时候开始的时候 就从大学 像我的新年啊 主女啊 就全部给他讲 哦我做频道 然后这个频道是什么 就讲一个比较 很认真的一个script啦 就分享给大家 就人家敢 可是你不要讲 我开了一个频道 帮我订阅一下 人家就觉得你只是玩玩罢了 你要讲到很认真的 为什么你要做这个频道 然后我现在这个频道 有讲什么东西 然后希望大家 然后你要有什么东西可以改进 你要帮我改进 讲一个 OK 人家看到你这种认真啊 他会很欣赏你 然后他就很自然 就去帮你看一下 就会给你很有建设性的意见 所以我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就叫我这个siniers 就帮忙就看一下 然后他们也很热意subscribe 然后这是从你的朋友圈开始 然后好像在你 我记得那时候 我去过IQI 有一个trending是那个 Josua 他讲到一个point 我特别有印象 就是他讲 where you spend the money tell your story 我觉得这个太强了 OK 这同样的道理 应用在YouTube上也 也是一样嘛 就是你今天去简罗法 还是去copy店 还是什么 就一种比较好的餐厅 还是什么 人家问你做什么 你简罗法人问你做什么 你要讲 我是在做这个行业 可是我也做一个YouTube频道 OK 然后是讲关于什么 什么什么 你是不是有兴趣 可以看一下 他们很自然的 就是因为YouTube是一个比较新潮 比较 大家都知道 可是他觉得很少人会去做的事情 他觉得因为你有做这个 你就很特别 然后他们通常都会去 愿意去看一下 而且你花钱去买他的service 他很自然的就会support 所以我这样的 那时候我就学到了 然后我那时候我去台湾 还是去哪里 我在飞机上 就像那陌生人的 就聊天起来 我就跟他讲 我在这个YouTube东西 我都不会害羞 很多人会害羞 我就讲 因为你的频道很小 你会觉得 很多人看 你跟人家讲 很丢脸 对对对 他讲人家哪里会看到是不是 对对对 那你那时候 可能你开始的时候是三年前 可是现在YouTube 其实已经是蛮广泛普遍的 那如果好像 Race本身 其实我也是开了YouTube channel 可是我还没有开始 post了一个video 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可以用回你的方法去精英 还是说你有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for kickstart的beginner来说 他有什么需要注意和准备的东西 这样子对 准备啊 我觉得准备手机一步就可以了 OK 我其实 最主要的还是你有没有那个什么 认真的去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讲我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他只是想 他没有认真 认真的意思就是 你想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然后你会把每一个步话 每一个步骤就计划出来 你就会 接下来我现在要做什么 然后我可以怎样开始 然后我要做这个video 我需要什么东西 你都把它list到出来 然后你set一个deadline 我什么时候开始做 什么时候开始拍 今天拍什么主题 这些东西都要计划出来 你才会去行动 因为如果你只是想罢了 你就想OK 我要做了 等一下 等我得空了 你永远都不会去开始 你真的要去做 你就写写下来 给自己set一个deadline 就开始做 因为你电话 还是什么都可以拍了 没有什么借口 借口就是自己不想 自己懒惰 或者是自己不想花那个时间去做 因为你觉得 你现在做的东西都很好 如果我做这个浪费时间 是不是 可能看不到那个回报 可是你没有try 你不知道那一个效果是怎样的 对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手机就可以开始了 对吗 有什么样就是需要买一个mic 还是说灯光 还是说怎么样的一些设备吗 或者是最minimum的一个配套这样子 我觉得手机至少 那一个耳机就可以 用耳机的那个mic开始 我那时候开始我做animation 我也是用耳机的那个mic 那如果你做那个脸 很像露脸 很像你现在就是用耳机的那个mic 对吗 对对对 耳机 那你耳机卖它的quality已经足够了 所以不需要讲什么要很多的成本在那边 那灯光的话我会建议就是 从左边45度 你的窗口很像在这边 45度 那个阳光自然的照进来 那个最好的灯光 所以你不是基本是不需要等光啊 就是下午拍罢了 下午早上拍罢了 然后最重要的要有主题 很像你刚才 很像我讲的嘛 你找到你的自己的定位 你知道你自己要拍什么 你就有主题 你就可以开始想主题了嘛 今天要拍什么 那个我之前有在 不懂在哪里讲过 在YouTube Facebook也做过直播 今天不要讲 因为那个东西很长 就是你要讲选题目啊 还是你要讲构思自己的那个主题 或者是内容要想写啊 等下我 这个等改天再讲啦 其实看我的channel 有些内容我也会讲到 其实有些video也会讲到 对对对 所以大家OK 记得去好业的这个YouTube channel OK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好业的这个 这个video 所以基本上好业好像 他有touch out很多那种心理学啊 然后包括个人成长啊 然后关系啊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大家对于这个 要怎么样开始没有idea 我一个小小想法就是可能你可以先冲 看别人的这个video 或者是开始学习Coffee啊Coffee is the best to kickstart啦 对我来讲 所以我好像如果找了这些主题过后啦 好业你有怎么样的一个apps啊 或者是如果他们不会剪辑的话啦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给他们beginner 就是抖音剪影这一些是吗还是 剪影啊我自己都用剪影 我现在有时候我会拍短视频啊 不讲一分钟啊 像我会叫我的员工就每天给我一个主题来讲 给我一个挑战啊 今天要问我什么 快点讲 然后我就会 那个手机就放在那个前面咯 就会开始录了 我今天我员工向我发起了挑战 他要我和大家分享 然后讲完 我就用那剪影来剪 然后夹字幕 我觉得剪影太厉害 太 他的功能太强了 就 那个成本很低 当那个成本低的时候 你就不会想太多 很像要请人啊 不会剪辑什么 那个apps已经放在你面前了 那个借口 借口又少了 更加少了 你没有什么借口 就是有app 有电话 你就可以拍 剪影又是免费 有一部想要收费什么 对对 所以是啊 就是用剪影是 是啊 你都讲了 OK啊 剪影 我是用剪影啊 对 然后除了剪影 OK 我先看到一个 comment 翁银汉说 马来西亚YouTuber里面 最欣赏好业 另外一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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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 除了剪影以外 好像需不需要 到那种Adobe Premium Pro 还是不需要 就是那种 逗音啊 那些就可以上了 对吗 可以啦 我觉得你先开始 开始了 你自然你就会去找 那个 有什么剪辑 那个软件 比较好 那些 然后我现在是 我是没有 逗音 那个剪影 我短视频 我是自己剪 可是那些 我自己那种动画 那些 我是给别人剪 就是给我的 editor 剪 对 当然 就一开始 就是如果 不开始自己做 会比较好 因为 请人又故意 然后 如果你 有 比较有条件的话 是可以 请人 或者是 你跟人家 一起 pandle 一起做 你会剪辑 不如我们一起来 开一个YouTube频道 如何 对 两个人一起 就是有 可以互相讨论 那个战斗力 更加强 但是 当然要有 共同的一个 愿景 就是 共同的一个方向 如果这个人 我要拍 这样 另外一个人 我要讲 就没有公司 就不能合作 这样考验 你有想过 要跟任何人 去partner 做YouTube channel吗 目前 partner是什么意思 像有时候 我会跟人家 就是做 做直播 有时候 我会去邀请一些人 或者是 很像 有时候 我也会去找 其他的一些网红 就是有 合拍 这样 就互相拍 拍一个影片 在他频道 一个影片 在我的频道 可是如果 说 像合作 像partner 我觉得 现在还没有 没有必要 我未来 会 可能会 会朝向 这一个 我的 我以后的梦想 是做一个 创投家 就是 投资那些创业家的人 OK 我的未来梦想 我现在就先开始 自己创业先 先我把 先这个东西 创业好 成功先 然后我才来做 这件事情 那才更有 说服力 所以如果 我会合作 会跟 这种 会创 会 有创业方面 的 那一个 领域的 专家 合作 是可能性会比较大 就是你 你现在先把 自己的平台 做好 之后 你再去投资 新开的 那一些 YouTube channel 类似这样的意思吗 不一定是YouTube channel 就是 任何创业的 公司都可以 对 OK 然后那个 是创新的 然后可以 提供到 不一样价值 给社会 或者是 让这个社会 更加的多元化 解决某些 问题的话 那 那就是 我想要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 mission OK 我觉得这个 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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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prise到我的 就是 哇 你非常年轻 才26岁 就有这样子的 一个想法 而且已经做好 这个个人创业 在YouTube 做了大概 三年多的时间 哇 我已经老了 就觉得 对对对 好像 那 好像 你会想要投资吗 那肯定就是 想要透过YouTube 赚多一些钱 然后可能 业配 这样子 好像你之前 有提到说 可能你会 在书方面 你可以比较容易 拿到业配 那如果是 就好像 给在线的观众 他们想要透过YouTube 赚钱 跟拿到业配的话 刚才我们有稍微提过啦 这样 豪烨你有什么东西 要补充给大家的 就是透过YouTube 赚钱 拿到业配 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 如果YouTube 赚钱 只要你有人看 最重要的是 铁粉 什么 铁粉 就是 你不管 你卖什么东西 他都会买 不管 什么东西 他都会买 他都会相信 然后 他是跟你很 close的一个 一个 fans的 relationship 所以你开始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心态 去培养 这个铁粉 就是给你想要服务的对象 提供最大的价值 自然而然的 那些 就是你的受众 就会感受到你的 那个诚意 感受到你 真的是很真心 诚意的 去给他们提供价值 他们就是很自然的 就会成为你的铁粉 当你有了这些铁粉的时候 不管你以后要做什么事情 都会支持你 不一定 你那个产品 他也会支持你 你要种仇 还是什么 你觉得你的频道做不下去 他觉得如果不做不下去 他会很可惜 他也会支持你 只要有这个铁粉 是很重要的 就是任何一个 你不用人多 只要你有 他们讲有一个定律 叫做一千铁粉定律 只要你有这一千个人 这一千个人 每一年给你十块钱 一百块了 每一年给你一百块 一个月可能十块了 你就活得精彩 很自在 活得很不错了 一千乘你一百多少 一百千了 对吧 嗯 对 那一百千一年 那当然是很自在 是吗 而且一个月十块的钱败 我觉得那粉 你身为铁粉的我 我会很愿意去支持你这件事 你做任何事情 因为你给我提供很大的价值 我感受到你的这个成立 成到你的成型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发展的方向 就不一定要几千万粉丝 几百万粉丝 所以你一开始要有这样的一个mindset 去做这件事情 经营好自己想要服务的 那一个群众就可以了 嗯 OK 好 我现在这里看到有几个铁粉 Happy 像他说 大家晚上 Hello Coco Ander Hello Shawn Lee Shawn Lee So hi Justine and Ray Hello 谢谢大家的支持 对 然后也希望这一个 这一个live可以给大家一些knowledge 或者是有一些value 如果你们觉得so far ok的话 你们帮忙就是按一个爱心上来 然后帮忙 comment一个yes 一个yes 那就是给我和好业justine更多的这个动力 继续share下去 ok 刷一排爱心 对 刷一排爱心 来来来 刷一排爱心 ok so 大概创业的风险 可以 好业你可以跟大家share一下吗 其实你在一开始创建这个youtube的时候 你是full time就经营着youtube 还是你有打工 然后看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 大家需要注意的 对 就是回到最刚才的主题就是 越年轻风险越低 哈哈哈 越早开始风险越低 所以如果你害怕风险 你觉得你要投入很多的话 那就从小开始 从小开始 像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从小开始 就我每次会跟人家讲 你不需要很大的那个器材 你才可以去做这个youtube 还是什么任何business 只要你有一个锅 一个炉 你就可以开始卖东西吃了 是不是 只要你 对对对对 你就可以拍vd 所以任何东西 那个东西 如果它是可以行的 你从小开始 它就行 就慢慢把它做到 像你讲海底刀它很高科技 服务很好那些 它也是从一个火锅店开始 对吧 对对对对 你从小开始 不一定是要很big的一个idea 或者是很多那个金钱投入 像你今天你要造一辆车 你就先卖一个轮胎开始 慢慢去往这个方向发展 很像我想要成为一个创头的一个人 那我也是从这一个 我们先自己创业开始 对吧 所以我觉得风险的话 你要想的就是 你愿不愿意 为了这一个东西 有可能失败 到最后 你投入的东西 全部都消失掉 就没有不见 就是很像你投入10千 在这个事情上面 然后到最后 他什么东西都做不成 然后你浪费了一些时间 然后你的生活品质 可能因为做一件这一件事情 而慢慢的降低 你愿不愿意就是 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 去做这件事情 这就是你的风险 就你愿不愿意去 面对这个失败的那个后果 所以你可以 通过之前 你要想风险的话 你就可以这样想 失败过后的后果是什么 如果我失败 我会怎样 我会去租房子来住 我的屋子被卖掉 什么 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愿不愿意去做 那如果你觉得无所谓的话 OK 我就从头来死 那就放手去做 就没有什么顾虑 因为你已经把最坏的打算 影响出来 最后打算是 所以没有的再招下去 如果你接受最坏的打算的话 那就可以开始 OK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理念 不管是在做YouTube 还是做房产 还是在任何创业的路上 我觉得就是 过府成州 就是你把最坏的打算 给想清楚 放在前面 如果你真的觉得OK 你愿意去承担 那你开始 我觉得它就是 不会 你绝对会得到一些东西 即使它最后失败 对 所以我觉得 让我想起一个句子 就是你宁愿 后悔也不要遗憾 就是你做了够 做了后悔 你也不愿意 它没有自己 去尝试做过这样子 对 那就是好业 好像我们想要 好像你做了三年 已经是有 在大马的这边 已经是相当的知名度 想请问一下 你下个旅程碑 会是 OK 我下一个旅程碑 就是我要推出 这一个好业说书课 因为我觉得 我说书方面 就是就还蛮不错 就可以把一本书 很多人都不喜欢看书 然后我在这个动画呈现方面 就可以让大家 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 来读书 就你看着动画 然后学习一个新的知识 就可以帮助人家 解决这一个读书 读到爱睡的 这个问题 很多人知道读书很重要 可是他就读不下去 因为他看到那个字 就很沉闷 对 很像我们从小到大 就是因为 正统人家教育 就每天会给你很多本书 所以你 天生就有那个对书的那个恐惧 很多的天生 他看到书 他就爱睡 他没有开 他就讲 我很累 他就很压力 他就不想开那个书 但是他知道其实读书 也是一种学习的一个渠道 我在这方面是 就是做得还蛮不错 就是我可以 把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知识 或者是一个概念 就用比较简单易懂的方式 来解释出来 然后又用动画的方式 让你有更加深刻的印象 那我觉得我这件事情是很fit 这一届 这个东西 又可以 就是我自己本身也蛮喜欢 然后又可以符合大家的需求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 未来 可能下个月 会推出这一个好业 说书课的一个 一个线上 一个订阅式的一个服务 就是每一周都会更新一本书 用动画的方式来呈现 然后还会有这个infographic 这种笔记给你看 就很美的infographic给你看 就让你更容易的去接受这个知识 更容易的去学习 然后学了过后 可能你很多时候我们学了就不会行动 所以我会有做一个行动指南 就会给你cue一些你的 关于这方面知识的问题 然后你会跟着问题来回答 然后用这个问题来去行动 这样就真的才可以做到学以致用 因为你读了一本书 没有去用的话 读来就没有那个意义所在 对 对 那这个的话是直接 他们开YouTube subscribe你的这个channel 就可以直接订阅这个说书吗 还是什么 应该是会一个课程的网站来 就是来支持的 那到时候我会发布 对 现在还在投备当中 对 所以大概是7月还是6月会有一个发布 7月吧 7月 对对 所以在线 OK我们好业的粉丝 记得留守7月 就是好业的这个YouTube频道 然后或者是他的这个Facebook 都会有这一个发表会 OK 那就是谢谢好业的分享 你最后有怎么样的一个东西想要跟大家总结 还是在补充的吗 就是 补充的话 我觉得就放手去做 要做什么事情 OK 那我觉得就是要闯的话 就趁年轻就要赶赶去闯 就年轻就有本钱去闯 老了就越老越怕死 就不敢冲 对对 最好 对啊 就总结 其实很多时候我也会怕一些事情 但是我会经常提醒自己 就是要做就要趁年轻去做 我不想自己未来会有一点后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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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今天我们的节目大概到尾声也非常谢谢好业 就是跟我们分享了就是他在创业的过程中的一些理念 一些想法 一些方法 也希望呢 这一个sharing呢 可以给大家就是在创业路上的你们 或者想要开始YouTube的你们 更多一些动力 更多一些方向 那今天短短一个小时 如果大家之后想要再更加了解更多 记得去好业的这个YouTube去留守subscribe 也记得继续留守Dior Master Class 我们会继续请更多不同的这个Master 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share不同专业的领域知识这样子 OK 那就今天谢谢好业再次谢谢你 然后我们今天就晚安啦 然后大家stay home stay safe 然后 OK 晚安 OK 拜拜 OK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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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